頭髮方面,由於我要保持這個顏色 拍完整套電影 而這個顏色的底部,大家都知道之前是金色的 很難,因為又不是想全黑 所以我會帶定一支,其實Gowell也是一個普遍的 hair product 的品牌 我會帶定,因為我每天都要4點起床 然後去到location做頭髮 我可能去到location之前,在酒店我會先噴了 就一個好像heat protection 令我可以在之後再吹,再夾弯的時候 不會令到頭髮越來越淺色 或者是下面那節越來越淺色 除了頭髮之外,都給大家看一下 Skincare 都塌了 都給大家看一下Skincare的系列 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出去拍戲 也好拍MV也好拍什麼都好 總之用個樣子賺吃的,好像在Mora那樣說 我帶Skincare有這麼大袋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麼大袋是說入門,不是開玩笑 是滿了的 其中一樣我會提醒大家戴的就是頭褲 因為晚上下妝或者敷面膜的時候 有個頭褲在酒店做這些程序就會安樂很多 還有一把漂亮梳 因為酒店的梳我很討厭 我是沒有辦法在這裡梳下去是梳順的 而不梳斷把梳的 每次都很猛 所以就會帶好自己的梳 然後會帶少許面膜 這個是洗臉 這個才是面膜 會帶少許深層清潔膜 或者保濕膜 可能隔一兩晚就會敷一下 這些東西和這些東西 也會帶好 不過這些東西我一向都很恐懼 然後有一些peeling 我會帶去 這些是會有死皮脫出來的 其實peeling很重要 尤其當我在內地工作的時候 那些空氣有些地方 雖然我在上海 但可能我去到遠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空氣就會差一點 新的鼻涕出來黑色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 我有一天 下妝沒下到頸 然後頸就關掉了 那如果我不做peeling 臉都會在這個境界 所以peeling是我一定會帶的 然後卸妝 都帶了不同的性質 怕有些可能落得不乾淨 眼睛那些 那我會用雪花秀 那我會用雪花秀 另外一件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試一下 另一個方法 應該這麼說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 韓國雪花秀 或者是香港水貨店 賣雪花秀的經驗 那它那些旅行妝的sample 那一號呢 就是好多東西的 會有一二三四五號 那一號可能是爽膚水 那五號可能是cream 那然後有防曬 好多東西 那二號是用來導入你的精華 那三號就是你的鼻去導入的精華 Anyway 其實一二三四五號 連防曬 它是由稀到稀的 那就是說 如果我出trip的時候 我本身以為上海很乾的 我以為日後都要塗五的 Turn out原來晚上都是塗四就夠 我可以因應那裡的濕度 和自己皮膚的狀況呢 去調節用到幾稀 或者幾稀的skin care 那又因為這個牌子 是我也有用過的 我信賴的 那所以呢 我都幾推薦大家出trip 可能百多元可以買一套 去這個旅行妝來用 因為 真是keep到你皮膚的狀態很好 那 skin care 還有呢 我都會戴暗瘡膏 因為萬一真的生暗瘡 如果我真的要拍東西 我真的殺人 那試過有一次 嘩 要拍一個雙湧男女主角 我的頭在這裡 她的頭在這裡 然後一拍著我 嘩 大哥你很大顆暗瘡 可不可以 這樣 那 結果我一個大頭 就因為那顆暗瘡 變了一把頭髮 這樣 那就很不值 所以我以後拍戲都會戴暗瘡膏 那 那 除了 藥物 和 skin care 之外 有一件事 挺想跟大家分享 也是寫了在more裡面 我也是想 用video 詳細去說的 就是 嘿 我戴了 大眼仔 大家都知道 我沒有戴大眼仔 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 為什麼會戴呢 在那篇文章裡面 我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那我的故事就是 朋友 哎呀 詩小姐 就送了一羅大眼仔給我 兼且呢 就當我好像 那些收傳單的人 就給了一堆這些 宅敲的傳單 這樣 就叫我試她的大眼仔 然後 那個story大概 就是因為我有一天 沒有透明磅帶 那被迫著就戴了 那我也沒有試完的 坦白說 現在我戴著這個呢 是這一隻 因為我當時 看到她的盒 特別不同 還有寫著moist label 那所以我就試 那後來我就問回 詩小姐 就是我那個開眼鏡店 送這一羅東西給我的朋友 喂 這隻東西 很好啊 真的 為什麼會這麼好呢 原來她都跟我說 她的含水量有38% 另外呢 她是兩片透明 夾著有顏色的那片在中間 那所以就不會說 顏色那些東西 脫了 是刺了在你的眼球 就是首先這些 這麼劣質的東西 是不會發生的 那因為她是一個 日本銷量No.1的品牌 那然後呢 那她 塞著她的那個水 就是這個藥水 還有那個 眼鏡呢 本身呢 都是 塞著她的水 是比較稠的 那眼鏡呢 也都是有一些 透明質酸的成分 拿到 即使平時我戴透明磅 戴下去 那一下都會 有一下吧 但這個呢 是不知為何很親和 而且她不冷的 就算我冬天最冷的幾天 但是不知為何她過 她是 總之就是 你戴下去 仿余無蜜 這樣 還有呢 很長時間都不乾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很少 介紹大眼仔 包括在我戴大眼仔 大到 不過分割那個年代 我也很少介紹 因為我自己 眼睛經常發現 二來就是 我覺得漂亮 你又未必覺得漂亮 我喜歡 但是14.5 你可能覺得好像ET 我這個是14.5來的 所以 這些東西很 個人 但是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挺好的 因為很濕潤 和Moist Label 它的結構又特別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是令到 它那個 痰本身 是再柔軟一點 再保濕的程度 再高一點 是基本上 你到晚上 過了一天 你不記得了自己戴著 是沒有一種 不舒適感的 當然 Color Cone的東西 戴下眼睛 我覺得舒服 你未必覺得舒服 那這件事我仍然是有保留 那也都之前 為什麼這麼久沒有介紹過 Color Cone 就是我不鼓勵大家網購 我覺得大家是 應該親身去試一下 問一下 然後 就是可能 檢查一下自己 對不對才去戴 那原來 最近 好像一個禮拜之前 我之前 就在Mora 就寫了 那個Facebook 他們的香港總代理的contact Anyway 這些複雜的東西 就寫在樓下 喜訊就是 其實他們開了店 所以 大家如果想試這隻大眼仔 我可以補充 因為Mora 我寫的內容 有少不update 我補充 就是大家可以去試 他們的地址和電話 我稍後都會問他們 可以在這裡提供給大家 因為始終我在雜誌的專欄 我很多時候 我未必會提供太多 那些shop details 銷售點的東西 以後 如果我有時間 就會好像今天這樣 除了一篇文章之外 我也會拍一條影片 跟大家說一下文章裡面 一些我寫不完的東西 又或者大家可以在下面的comment box 一起去交流 我知道大家可能最有興趣 想我拍影片說 就是我連續出了三個禮拜的 一個月變態減肥實錄 一個月減了12磅 那件事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也可以的 我都準備下個禮拜 都會和大家討論一下這個瘦身的 topic 是的 一個月減了12磅 超辛苦 那所以這件事 不和大家分享是不行的 那今天這個 關於出旅程要帶的東西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那也都答應大家 回來香港 我又會拍多些video 希望大家留意著 保持看看有什麼update